一年一度的北京政治大戏 全国两会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那么就在会议召开的前夕呢 中国的著名地毯商 地产商 中共的党员任志强 遭到了微博封号 并且受到中国官媒的猛烈批判 在这种言论收紧的氛围下 对正在进行的两会 有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们今天VOA为是为您邀请到的是 在北京的中国时事评论员 陈杰仁先生 来谈谈他对今年两会 还有一些相关议题 有什么样的看法 陈杰仁您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你们好 是 陈杰仁我们知道 今年两会很多人说 氛围更加的紧张 在不能妄议中央这样的一个气氛下 您觉得今年的两会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吗 我觉得今年的两会 成果应该还是会有的 因为今年两会的这个核心的任务 还是讨论经济和经济政策 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来说 经济上确实遭遇了一些不小的困难 那么很多人甚至认为 中国的经济会硬着陆 在这一次人大会上 还是有很多的人大代表 就我接触的人大代表 对于中国的经济非常的关心 那么在经济管理上 政策上 很多代表还是敢于去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的 在这方面来说 我觉得倒不会说因为受到任志强的这么一个事件的影响 就什么话都不敢说 那么在政治上 在这个法律上 在其他公共政策上 其实也还是有一些这个代表或委员也说了话 你比如说这个律师朱正夫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那么他就在这种这个环境下 他还是勇敢的提出了九条建议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也不要因为任志强一个人的这么一个事件 就是认为说这个整个中国的人大政协 就没有人敢说话 这个确实不能这么去否定 是 那么陈先生 您刚刚提到朱正夫先任提的九点建议 稍后我们会继续来谈一谈这一方面的问题 不过继续我想请教您的就是有关经济的议题 您似乎对这次两会对经济方面呢 持这个非常肯定 而且乐观的一个态度 刚刚我们看到在新闻里面 财政部长楼继伟 特别针对这个中国的债务提到了一些问题 那么他也提到说 中国的债务其实不算高 政府的负债不高 仍然有一些成长的空间 那么您对于这个当前中国经济 我们知道不久前 这个穆迪投资公司呢 还曾经把中国的这个展望程度 从稳定下调到负面 面对国际间这样的一个负面形象 您认为中国经济还有乐观的空间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好 作为一个观察者也好 我还是对于中国的经济表示一个谨慎的乐观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多年当中 已经不止一次遭遇了一些风险或者是一些波折 但是最终还是算是比较成功的走出了困难 尤其是这个几万亿的一个投资 那么它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说 我觉得它确实面临很多的困难 你比如说这个生产的萎缩 有效供给的不足 失业的上升等等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这个制造业上有很多企业大规模的倒闭 那么民营企业获得资金的这种难度增加 这些确实都是一些严重的问题 不过我还是相信第一点就是说中国的经济 它在这方面说政府还是在承担一个比较有效的管理者的角色 你像中国它为什么要进行一个赤字财政呢 实际上就体现了中国它利用自己这种中央集权的一些制度 能够去集中一些财力 往自己这种高效的投资方向去走 那么现在也在进行供给策的改革 我认为这个改革可能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一些震痛 但是中国的经济可能目前来说 就像一个孕妇在临产前的这种疼痛 如果能够挺过这一关的话 可能还是会迎来光明 因为中国经济它基本面也还是不错的 另外来说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基数 有这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摆在这里 那么像这些东西都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和经济体无法比拟的 那么从这个经济的管理的效能来看 我确实还是持一个谨慎的乐观态度 当然中国的经济并不是说这个现在值得非常的乐观 特别是在金融这些虚拟经济方面来说 中国在金融的管理的人才方面是非常匮乏的 那么它的管理的技术还加上一些这个腐败因素的影响 所以中国未来就是说金融方面 房地产方面确实面临更多的挑战 但是从总体上那种基本面 比如说制造业 这个消费者群体的这种消费市场来说 我还是持一个乐观态度 是 那么陈先生继续我们就回头来看看 您刚刚提到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 在这次会议上呢 他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 那么其中很有意思 我们注意到特别针对所谓的嫌疑人在电视认罪 这样的一种状况 他认为这是有违法治精神的 您对于朱征夫所提的这几项建议案 您是怎么看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怎么敢勇于提出这样的一些建议呢 首先我非常赞同朱征夫委员 朱征夫律师提出的这么一个建议 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人 不少的人在央视的这个画面当中来认罪 最著名的像薛蛮子这样的人 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 是不是最终有罪 是不是有罪 应该由根据法院最终有效的 生效的司法判决来认定 在法院的司法判决生效之前 那么都不能认定一个人有罪 甚至法律明确规定 只要推定一个人是无罪的 那么在一个人没有接受有效的司法判决之前 就让他跑到电视上去认罪 这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未审先定 是一种这个媒体强奸司法 是一种这个媒体对于司法的干预 这样一种情况完全违背了中国 法律署明确规定的无罪推定的原则 所以我认为朱征夫委员在这个提案当中 是恰重恳庆 抓住了当前中国刑事司法当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赞同他这个提议 那么像这么一个提案 他能够提出来确实难能可贵 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来说 中国的言论确实空间有收窄的这么一个真相 在这种局面下 他能够继续提出这么敏感的问题 这么大胆地提出来 确实体现了一个法律人的这种职责 体现了一个政协委员应该有的风范 是 陈先生继续我们谈到 我们看到今天中纪委也发布了报告 特别提到中纪委的调查 不能够代表司法的审查 您对于中纪委所提的这份报告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报告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纪委从18大以来 他提出一个新的口号 就是要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党员一个干部 是不是最终有问题 首先是用纪律来衡量 如果违反了纪律之后再用法律来衡量 而过去的反腐败是一个人违反了纪律 往往发现就已经是重要的违法了 所以我们看这种改革之后 你比如说最近像四川省的省长魏宏 那么他虽然是严重为纪 但是最重要他只是被降级 那没有去被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还不是一个罪犯 这就说明这种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 还是发挥了作用 那么把纪律挺在前面 使纪律审查不能代替司法审查 这么一个理念从司法上也是正确的 因为过去来说实际上纪律的审查 就有代替这个司法定论的一个趋势 一个干部一个党员往往被纪委抓了之后 基本上就不能逃脱这个刑事审判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未来来说如果说把纪律挺在前面 哪怕是一个小的危机 也可以把它调查处理 那么这样就避免了这种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的这样一种腐败的趋势 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是确实符合法制的原则 也符合这种纪律检查本身的性质 我希望未来就是更多的党员干部 能够在纪律方面 就是前面涉一道警戒线或者是涉一道红线 通过了这道红线之后 后面再有法律的红线在等着他 这样的话能够避免一些干部 就是连法律底线连红 连这个纪律底线一道就践踏 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么一个说法 是 陈先生 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当然也是很多观众朋友很关注的 就是两会谈的两会的议题 当然有很多的乐观 有很多的期待 但是在两会结束之后 这些在会议当中所进行的讨论 或提出的报告 能够落实的又有多少呢 就我们对于过去中国 这种政治上的观察的经验来看 就是全国人道代表也好 全国政协委员 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议议案 很多的时候还是被重视起来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最终能够去完全 是不是如愿 就是按照这个委员或代表的意见去处理呢 这个就不好说 因为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一个代表 他虽然提了一个建议 也不等于他这个建议 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最终是不是按照他的建议来行事 可能在决策者环节 在政府的这种改革的 政策的改革环节 还是要综合考虑 那么我相信 比如说像朱政府委员所提的 这种避免央视认罪 这样的一些东西 慢慢的还是会减少的 因为这个是大家都认识到他的不对 所以我还是希望 就是委员代表 第一是要讲真话 第二是要充分的调查研究 讲一些实在的有用的话 越实在越有用 才越有这个落实的空间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在北京的中国时事评论员 陈杰仁先生 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谢谢您 美国之音的北京记者站 也将持续来为您报道 两会的最新消息 还有相关的反应 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 还有我们的电视节目 同样的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报道 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M 好